据报道岛内多所大学确定倒闭 明年还有四所大学即将倒闭 初步估计有6万名大学生被迫安置到其他的学校 教师也将会面临失业 今年台湾地区停办的两所大学分别是台湾首府大学和台湾中州科技大学 其中台湾首府大学2000年在台南市麻豆区建校 中州科技大学创办至今已有54年 全社时期学生人数近1万人 但这所大学因招生人数骤减采取各种措施 仍无法填补资金缺口 最后于去年的5月停招 今年8月宣告停办 另外位于高雄市的东方设计大学 今年3月被列为专服学校 校方主动申请2023学年度全面停招 京台教育部门于5月合定 预计2023学年度结束时停办 还有贤德工商私立高职 目前学校只剩40名学生 经营困难下校方已于今年3月 向台教育部门申请停招并获核准 造成这些学校录续停办的原因 在于台湾越来越严峻的少子化趋势 台内这事务主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 台湾2022全年新生人数仅为13.8986万 是由统计数据以来的史上新低 而死亡人数超20万为历年来最高 有人将台湾因少子化招生难 为私立大学院校带来的冲击 称为高教喊校 台湾十万大学的退休教授张科进则认为 少子化这是民进党当局的无能无耻的借口 也是台湾教育制度的威功 台湾中华科技大学校长葛自祥认为 台湾高教界人士呼吁民进党当局 抵出感染之吸引陆生来态 推动两岸教育实质的交流 而如今民进党当局始终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6月底在台湾举办的四项退场机制学术座谈会上 多名学者纷纷对私校退场条例表达自己的不满 当那网友对于台湾地区六所大学确定停办的事情 也有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说师生没了 远带附近的商家也跟着没落 也有人说悲哀真可悲啊 不过也有人认为台湾地区的大学啊太多了